大家好,我是Stan 在一场国际女子网球比赛中 一位选手丧失体育精神的行为 让对手选手含着泪放弃了比赛而引起了争议 匈牙利大奖赛女子单打32场赛 中国选手张帅与匈牙利选手 在5比5的激烈对决中的第一盘比赛进行的时候 张帅的反手击球被判出戒 而认为没有出戒的张帅就马上强烈抗议 但由于这场是宏图场地上的网球赛 并没有高速摄像机可以判读 只能透过落地球印分辨网球落地地点 在裁判亲自确认后坚持认为出戒 而张帅继续抗议 因为比赛延误了5分多钟 匈牙利观众们开始发出虚声 还有人大喊 你超时犯规了 而匈牙利选手则是看着观众们对张帅的举动后 在一旁发笑 然后接下来发生了真正的问题 在比赛继续了一阵子后 匈牙利选手突然走到边线 用脚故意抹掉了有争议的球印 在首盘结束后 张帅坐在椅子上流泪 并最终弃拳放弃了比赛 但是张帅在离场前还是非常礼貌地与对手以及裁判握了手 而因为张帅的弃拳 获得人生中第一次巡回赛胜利的世界排名548的匈牙利选手 在弃拳后来握手的张帅面前 举起双手欢呼胜利了 这个比赛马上就引起了全世界体育粉丝们的不满 甚至许多世界顶级的网球选手们也发文支持了张帅 而张帅也在社交媒体发文 感谢了支持自己的选手们以及球迷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留邪和奴隶的代价是这种判决 真是令人遗憾 请加油 让一百步 就算判决错误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但是那个选手擦掉球印真的是太过分了 那是在干嘛 好傻眼 不管谁看都没有出界 因为是自己国家的选手所以这样做的吗 如果真的是出界的话 为什么会擦掉 就是因为心虚所以才会那样做吧 实力人品都给狗吃吧 那个中国选手应该会很伤心 但还先伸出手握手 真的太有礼貌了 人生不会因为一场比赛而决定的 用这种肮脏的方法胜利的选手 是绝对不会成长的 现在全世界的网球选手 都在因缘中国的张帅 这绝对不是可以在运动比赛发生的事情 对于这场比赛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lieber个人生会 这场比赛的 dir是 又不是这场比赛的事 就能绝承到